为什么很多花友养兰花总是长新芽少 原因是我们施肥方法不对 首先兰花它是喜欢菌肥 如果说我们长期给它使用化肥的话 那么它的根系会容易出问题 造成兰菌群缺乏 所以我们给兰花施肥 最好给它使用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因为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微生物菌 可以给它补充兰菌群 可以让兰花的根系更加的活跃 长新根更快 长新芽更快 那么这种兰科植物型营养液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每次浇水都可以给它用 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每个月给它浇灌 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每次都给它用 因为它可以调节水的酸碾度 可以让这个土壤不容易出现偏碾 那么我们每次用的话 只要把这个浓度调低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不容易产生肥 如果说我们固定每个月 给它用1到2次的话 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比例 来给它兑水浇灌 这样的话就可以改良土壤 促进长根长芽 当然了到了花期之后 我们还可以适当的给它补充一些 促进开花的肥料 比如说一些高瘾肥 瘾酸青甲或者磨肥等等 这些都可以 这样的话配合使用 就可以让我们的兰花 展示旺盛新芽多 开花更多 好了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